大家好,我是哥哥 今天带来电影《肥老教授》 电影从一段减肥操开始 男主是一位400斤的胖子 是一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早上的学校已经乱作一团 来到学校的教授也觉得不可思议 看到整个学校到处都是老鼠 因为这件事也忍弄了校长 原来是因为教授肥胖的身材 误开了实验室的鼠笼 才使得上千只老鼠跑了出来 到实验室的教授 发现老鼠的体重减轻了很多 这代表教授研制的减肥药成功了 这时候校长把教授喊到了办公室 因为捐赠奖学金的那些人 都被教授得罪光了 校长告诉教授 哈里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如果教授失败就会被开除 在上课时也因为肚子太大 刚写的字都会被肚子擦掉 但是教授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讲桌上到处放的都是吃的 这时候一位美女老师佩蒂找到了教授 教授对她一见钟情 教授之所以那么胖 看来是和她的家庭脱不了干系 他们全家人都很胖 吃的也很多 也很反对减肥 说瘦了有什么好的 晚上教授鼓起勇气约了佩蒂 时间是约在星期五 佩蒂爽开的答应倒是让教授感到不可思议 教授为了爱情开始了减肥 不过这一切并不容易 因为胖好像事事都和她作对 就连做针究的医生都对她不抱希望了 不过教授也没有放弃 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灵活 约会的时间到了 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尖叫的餐厅 相声小哥看到教授 开始拿教授来说笑 这些话却深深地刺激到了教授的心灵 伤心的教授回到家又是一顿乱吃 睡着的教授梦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巨人 来到佩蒂家竟只是为了桌子上的烧鸡 踩掉的鸡腿放在教授嘴里 真是不够塞牙缝的 突然肚子不舒服的教授放了一个巨大的屁 整个城市都跟着遭殃了 猛然惊瘾的教授来到了实验室 喝下了自己研制的减肥药 不过效果真的惊人 教授变成了一个瘦子帅哥 此时的教授也是那一眼内心的激动 开始到处嘚瑟炫耀 这时候佩蒂来实验室找到了教授 教授对面又告诉佩蒂 而是假装了另一个身份约佩蒂 他们来到餐厅 变瘦的教授性格和以前大不一样 瘦子对着那位相声小哥开始疯狂反击 慢慢的腰小到了 瘦子的身体也开始发生变化 教授助理发现异常 周问时 瘦子渐渐恢复了教授的样子 这时消防来了 原来是为了救卡在车里的教授 教授渐渐喜欢上了瘦子的状态 但同时瘦子也存在着危险 教授又变回了瘦子 为了和佩蒂约会 今天也是和哈利见面的时间 瘦子在哈利面前欲通乱说 导致笑场直接开除了教授 而瘦子将替代教授去参加校友会 觉悟的教授决定战胜瘦子 也不再喝减肥药了 不过当天还是被瘦子酸几了 喝了专有减肥药的奶昔 瘦子为了不再变回胖子 研制了一种不会再变回去的药 瘦子在舞台上向众人展示了自己研制的减肥药 还准备喝下药让教授永远消失 助理及时赶到给制止了 瘦子又打助理 这时候教授的意识也渐渐被唤醒 他没在大庭广众之下 开始振夺身体的占有权 甚至用手掐着自己的脖子 不过渐渐的还是教授占据了自己的身体 恢复身体的教授正宗的向各位道歉 也意识到了快乐与体重外貌无关 而是要真正的认同自己 佩蒂还邀请了教授做自己的舞伴 原来佩蒂喜欢的是胖子 教授也成功得到了哈利的赏识 获得了奖助减